来到福建省莆田县 灯高一望,眼前近视绿色的荔枝树和红熟了的荔枝 莆田县盛产荔枝,人们称它为荔成 这株名叫宋家乡的古荔枝树,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解放后,由于加强管理,老树恢复了生机 解放后,由加强管理,老树恤 莆田的荔枝品种繁多,全现有将近十万株的新树和老树都结实累累 今年的产量将比去年有所增加 海南岛 橡胶是发展热带作物的好地方 橡胶是重要的工业原料 世界上用橡胶做原料的用品有五万多种 这是由世界游王之称的油棕 一亩油棕的产油量 等于一亩大豆产油量的九倍 是世界上当位面积油产量最高的油料作物 它的油可以制作人造奶油和工业用油 剑麻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剑麻的纤维坚韧耐磨 弹力大 拉力强 是工业上的重要原料 海南岛 海南岛还盛产胡椒 咖啡 coco 海南岛 以建设成为我国热带作物的生产基地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 科幼前期 乌兰茅都公社阿林伊河大队 连续八年坚持绵羊改良的科学试验 获得了优质高产的成果 改良羊 产毛量相当于一般羊的三倍 而且毛质好 肉肥未美 一般的三倍 這個大隊通過科學試驗培養了技術隊伍 推動了生產的迅速發展 重慶紡織燃場黨委副書記趙蘭英拜女工燕光群做師傅 趙蘭英原來是細紗工 1952年擔任領導工作以後脫離了勞動 對一些先進操作方法不熟悉了 這是先進的五年接頭法 為了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做好企業領導工作 他老老實實苦練基本功 叫你去查看 你會學習成功 就是你去查看 你會學習成功 他想要做好企業領導工作 他要去做好企業領導演 但他也想要做好企業領導演 他不想要做好企業領導演 现在能看管八百四十个沙顶 现在能看管八百四十个沙顶 云南省陆南宜族自治县境内 有个著名的风景区石林 它是由许多奇石一丰组成的 古时候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 由于地窍的变化石灰岩露出水面 日久天长便形成了这一片壮丽的景色 河南省纪园县流浪 武装民兵营是一支有着二十六年光荣斗争历史的民兵队伍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坚持敌后武装斗争 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功勋 全国解放后 在努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 又积极扩大和巩固民兵组织 使革命的武装代代相传 民兵营教导员特等民兵英雄薛平华 向青年一代传革命思想 交军事本领 爆破英雄范逸和 把爆破本领传给年轻人 当年威震黄河两岸的葫芦队 今天又在黄河里经受着锻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